皇家签金船卖92平豪宅换现金 夏克利逼欧文不舍弃加错全民经济问题 台湾女星皇家签出道多年 原本是与女歌手的她 后来被发掘出搞笑天分 加上激烈的反应 跨界戏剧主持都有不错的成绩 她嫁给爱妻老公夏克利后 生下可爱的女儿夏天 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三年前夏克利带着女儿 上中国实际节目爸爸去哪儿广受好评 近来更传出 她们即将举驾仙移 不留在台湾了 皇家签金船卖92平豪宅换现金 夏克利逼欧文不舍弃加错全民经济问题 据EC Today报道 皇家签一家多年前买下位于南港的温哥华花园豪宅 整间房子92平陪伴了他们多年 原本和老公结婚时用2000万元买下的房子 据说 当时为了杀价 还找来林美赵 张本渝 杨吉等好友一起购买 不过日前夏克利的脸书 却贴出要卖屋的消息 广告 竟继续网下阅读 皇家签金船卖92平豪宅换现金 夏克利逼欧文不舍弃加错全民经济问题 昨天夏克利在脸书上 逼欧出卖屋讯息 他表示这是一间给我们很多好运气的房子 可见这是一间起加错 并附上内部陈设 平面图等 欢迎有兴趣的人参考 参观 消息传出后 让很多网友相当震惊 知乎是要搬去别的地方吗 也有网友质疑 因为在大陆发展得好 所以要放弃台湾了 也有网友表示 也许是中国钱太好赚 所以经济有状况 所以才想搬去吧 广告 请继续网下阅读 皇家千金船卖92平豪宅换现金 夏克利 B.O.文不舍弃加错全民经济问题 图片来源 夏克利脸书 据外界评估 这次如果可以顺利卖出房子 夫妻俩应该可以获得千万以上的利益 不过至今他们都尚未回应 是否真的要搬到中国定居 广告 请继续网下阅读 皇家千金船卖92平豪宅换现金 夏克利 B.O.文不舍弃加错全民经济问题 皇家千金船卖92平豪宅换现金 夏克利 B.O.文不舍弃加错全民经济问题 皇家千金船卖92平豪宅换现金 夏克利 B.O.文不舍弃加错全民经济问题 事实上 这几年来 皇家千忙着舞台剧演出 仙少出现在电视上 夏克利和夏天更是在中国实境节目走红后 一家三口在对岸有著广大知名度 早已不是在台湾的粉丝所能影响 近日传出可能移居中国 让很多粉丝相当惋惜 皇家千金船卖92平豪宅换现金 夏克利 B.O.文不舍弃加错全民经济问题 图片来源 苹果日报 皇家千金船卖92平豪宅换现金 夏克利 B.O.文不舍弃加错全民经济问题 图片来源 夏克利脸书 夏童 皇家千金船卖92平豪宅换现金 夏克利 B.O.文不舍弃加错全民经济问题 不过一切都还只是传言 虽然夏克利事后立刻删除流言的举动 有点紫地无银三百两 但还是等待他们出面证实吧 大家先别激动啊